天文学家使用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镜数据 发现了一个来自早期宇宙的 至少包含20个密集排列的星系的巨大链条 它可能揭示了宇宙中最庞大结构形成的奥秘 这个超级结构 在11月8日发表在预印本数据库R14的一项研究中 被昵称为宇宙藤曼 以弓形在空间中飞驰 估计长度超过1300万光年 宽度约为65万光年 作为比较 我们的银河系大约有10万光年宽 天文学家在研究JWST 对一个叫做扩展格罗斯带的区域的观测时 发现了这个巨大的气体和星系的卷须 它位于大雄座和木夫座之间 宇宙藤曼的形状类似于一根弯曲的藤曼 其中包含了至少20个大小不一的星系 其中两个最大的星系位于藤曼的两端 这些星系之间通过气体和暗物质的桥梁相连 形成了一个连续的结构 宇宙藤曼的长度和宽度 分别为1300万光年 和65万光年 相当于130个和6.5个银河系的大小 宇宙藤曼的质量约为2600亿太阳质量 其中约有一半是暗物质 一半是普通物质 宇宙藤曼的平均密度 是周围空间的约100倍 这意味着它是一个高度致密的区域 引力作用非常强烈 该团队特别寻找来自非常早期星系的光 关注一种叫做红移的性质 它是一种衡量光在穿越膨胀的宇宙的巨大距离时 波长增加的程度 宇宙藤曼中观测到的所有星系都显示出大约3.44的红移 这意味着这些物体发出的光在到达JWSD的尽头之前 已经穿越了110亿到120亿年 或者说我们138亿年寿命的宇宙的大部分时间 宇宙藤曼明显大于在宇宙历史的早期观测到的其他星系群 该团队写道将它加入了JWSD发现的早期宇宙中 惊人的巨大的结构的不断增长的名单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 藤曼似乎正在成为一个星系团 这些是由引力结合在一起的宇宙中最庞大的结构 其质量通常从地球太阳的数千亿倍到数千万亿倍不等 宇宙藤曼的形成和演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涉及到多种物理机制和因素 一般认为宇宙中的结构是由暗物质的密度波动引起的 暗物质是一种不发光 也不与普通物质相互作用的神秘物质 它占据了宇宙物质的大部分 暗物质的密度波动会产生引力场 吸引普通物质聚集在一起 形成星系和星系团 在宇宙的早期 这些结构还很小和稀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会不断增长和合并 形成更大和更密集的结构 宇宙藤曼就是这样一个正在成长和合并的结构 它可能是由多个较小的星系群或星系丝组成的 星系丝是一种细长的星系分布 类似于宇宙的蜘蛛网 宇宙藤曼中的星系之间 通过气体和暗物质的桥梁相连 这些桥梁可以促进星系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从而影响星系的形成和演化 目前宇宙藤曼的估计质量约为2600亿太阳质量 而且还在增长 但它的两个最大的星系可能已经准备放弃 在研究这两个星系发出的光的波长时 研究人员发现 星系中的恒星形成几乎已经停止 将它们定为静止或熄灭的星系 作者们思考 是什么扼杀了恒星形成在如此早的宇宙时期 他们指出 在古老的宇宙中发现这样的大型星系 已经耗尽了大部分形成恒星的气体 是不寻常的 一种可能性是 这两个星系都是最近星系合并的结果 宇宙碰撞引发了疯狂的恒星 形成爆发 导致这两个星系在JWST观测之前 于51年的时间里耗尽了大部分可用的气体 研究人员写道 宇宙藤曼中的星系 有着不同的特征和状态 这反映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历史的影响 宇宙藤曼中的两个最大的星系 位于藤曼的两端 它们的质量分别约为1000亿和800亿太阳质量 相当于两个银河系的大小 这两个星系都已经停止了恒星形成 被称为静止或熄灭的星系 它们的光谱显示出红色和老化的恒星群 这意味着这两个星系已经耗尽了大部分的气体 无法再产生新的恒星 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星系都经历了最近的星系合并 导致了短暂而剧烈的恒星形成爆发 消耗了大量的气体 同时也可能触发了超大质量黑洞的活动 黑洞的喷流和辐射会将剩余的气体吹走 从而扼杀了恒星形成 这两个星系的合并可能是由于宇宙藤曼的引力作用 将它们从周围的星系群或星系丝上剥离 然后将它们拉向藤曼的两端 宇宙藤曼中的其他星系则有着不同的情况 它们的质量都比较小 大约在10亿到100亿太阳质量之间 相当于几个到几十个小麦哲伦星云的大小 这些星系都还在进行着恒星形成 被称为活跃或蓝仪的星系 它们的光谱显示出蓝色和年轻的恒星群 这意味着这些星系还有足够的气体 可以继续产生新的恒星 这些星系的恒星形成率 也受到宇宙藤曼的影响 因为宇宙藤曼中的气体和暗物质的桥梁 可以为这些星系提供额外的气体 从而增加恒星形成的原料 同时 这些星系之间也可能发生相互作用和碰撞 导致气体的激烈扰动 触发恒星形成的爆发 这些星系的相互作用和碰撞 也可能最终导致它们的合并 形成更大和更明亮的星系 宇宙藤曼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根据研究人员的估计 宇宙藤曼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亿年内 成为一个完全发展的星系团 这是宇宙中最庞大的结构 其质量可以达到数千万亿太阳质量 相当于数千个银河系的大小 这个星系团可能会包含数百个星系 其中最大的可能是由宇宙藤曼中的 两个最大的星系合并而成的 这个星系可能会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的核心 其质量可以达到数十亿太阳质量 相当于数千个地球的大小 这个星系团可能会有一个炽热的气体运 其温度可以达到数百万度 相当于数千个太阳的表面温度 这个星系团可能会有一个强大的暗物质运 其半径可以达到数百万光年 相当于数千个银河系的直径 这个星系团可能会成为宇宙中的 一个重要的引力中心 吸引着周围的其他星系和星系团 形成一个更大的超星系团 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结构 其尺度可以达到数亿光年 相当于数千万个银河系的距离 接她们身体一动的处理 同样没谢谢 接她们的处理